军检署连夜的侦办红仲丘命案 运方最近的裁定 积压五四两旅连长徐信正 而目前收到的最新消息是 上市范佐县也遭到了收押 目前的最新情况 请记者赖静志来告诉我们 接着 消息报军检署侦办五四两旅 下市红仲丘的虐死案 那原本呢传出已经遭到 检方征讯约谈的士官长 陈宇仁 今天早上呢出现在军检署接受应讯 我们来看一段稍早状况 那五四两旅的吕布联的士官长 陈宇仁以及上市范佐县 这两个人呢就是将红仲丘 送进锦闭室的关键人物 可是问他呢和红仲丘有什么深仇大恨 那陈宇仁呢他对媒体 面对媒体是不发抑郁 那今天的军检署经过漏夜的证讯之后呢 那最新的进度是 五四两旅的吕布联的连长徐信正 他因为被检方呢 因为未一规定来处罚下属 有串供之余 已经遭到生涯获准 那另外早上的最新的消息呢 则是范佐县 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有串供之余 也是遭到生涯获准当中 那目前呢包括了 包括了副旅长 以及连长跟这个 跟这个上市范佐县 目前呢已经有三名的士官 已经遭到 已经遭到生涯获准 那稍后呢 还有最新的情形 我们也会持续报道 现在把现场交给彭内 目前整个案件呢 还在持续的侦办当中 等一下持续带你来关心